好 今天要聊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 先來聊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最近有一名女網友 她就發文分享了 她就說自己看了 韓國流行的吃播影片之後 她就一直想要嘗試在客廳烤肉 沒有想到老公還真的買了一堆的工具 準備要將客廳改造成為居家燒烤店 照片中就可以看到 除了必備的烤盤之外 原坡的老公還在烤盤的上方 架設了油煙處理設備 那抽風管線更是從客廳 一路就延伸到廚房 連接上的抽油煙機 看起來真的是相當的專業 但是因為工程浩大 讓原坡等了一整天 都還沒有辦法實現她的願望 但是天文一出已經引發了熱議 網友就狂讚了 原坡的老公是愛老婆的好男人 有許多網友是幽默的回應 你的老公一定很愛你 你下一次試試看 跟他說你想要在客廳游泳 另外我們看到 現在全國進入三級警教 還有許多人的生計都是大受影響 不但是放棄了無薪假 甚至還有人是失業 有些房東他們就體恤房客 就是表示他們願意來降房租 但是沒有想到最近有一名男網友 他就抱怨了 房東太太告知他 下個月如果還要續租 這個房租要漲2000元 漲的原因竟然是因為 房東太太沒有辦法領到紓困補助 但是這個理由讓他超傻眼了 甚至他也爆料房東太太 他有十幾間房可以收租 這個情況也讓網友們的拳頭都硬了 認為擺明就是趁火打劫